我们刚刚聊到在南海相关的争议 美国身为美国队长 当然有找不少的 亚太地区的代理人 成为美国的队友 当中包括了 我们特别把这张图点出来 像是印度跟日本 接下来准备在南海地区 实施大规模的军演 当然更早之前的菲律宾跟越南 也是跟美国在同一阵线的 所以老大不出手的情况之下 小弟可能谁先发难 不小心就开始 他的第一枪呢 三位来宾 你们怎么来看这几个国家 印度、越南、菲律宾跟日本 在南海地区 如果说发生的像刚才 郭政兰委员所讲到的 代理人的战争的话 哪个可能会是第一个冲突点 我觉得要越不成比例 越有可能发生 越不成比例 日本就是比例 如果是只算海空军 那不算战略轰炸那种武器 那日本跟中国太接近了 所以反而战争不会发生 所以要大跟小的悬殊 要非常悬殊 所以剩下来就是菲律宾跟越南 菲律宾又悬殊到太离谱了 还有美国呢 背后有美国呢 可是太弱了 实在是太弱了 菲律宾恐怕连台湾都打不过了 当然 所以然后他 他毕竟还是民主国家 他毕竟还是民主国家嘛 所以内部要完全凝聚成一个军事上的意志也比较难 所以可能性最高的还是越南 越南 而且越南有历史背景的关系 对对可是越南最近因为阮靖友也刚下台嘛 那上来的力量是轻中的 是河内控制的 所以那中国在981那个专油工程那边也做了一点让步 所以我也不认 而且习近平才刚去越南国会演讲 所以我并不认为有那么严重 不过相对来讲是比较 就如果真的要发生军事冲突 我认为是越南 我们有一些迹象看一下 因为包括越南最近买了20组以色列 精准定位的火箭炮 那刚才前一张图的南海部署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是在 比较靠近越南的永兴岛上面部署的飞弹 这距离越南也比较稍微近点 所以中越双方有互别苗头的感觉吗 其实有这么味道在 虽然中越双方存在着一定的军事实力差距 但是现在越南它自从跟这个 以色列订购了20组的这样一个地对控的 这个防空火箭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误差范围 只有在大概10公尺左右 而且是GPS这个引导的 以色列会出售给越南这一套防空火箭 只是弥补越南一项在它的海岸防空 它装载它685的这个海岸防空 还有包括它的导弹跟炮兵旅这个部队上 它是属于越南的海军第四军区 吊诡的是你知道第四军区是在它河内跟縣港中部以下 用如果刚刚我们上一个那个岛礁来分布的话 它其实蛮靠近太平岛 也蛮靠近我们这个 勇俗礁那一带 还有这个之前的那个敦迁沙洲那一带 它其实你说它对着中国大陆 它其实也有对着我们台湾 所以其实刚刚我延续郭耀的时候回答刚刚永康 这个问题后我觉得最有可能的 如果开第一枪或代理人战争的话 越南它最近把这些装备都部署起来 加上它之前它的装备海军的装备其实是蛮大杂烩 有二氏的还有这个德制的也有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 甚至最近这几年有引进美制的 美国中国当然中国最大宗还有二制最大宗 然后再加上德制的这些舰艇它慢慢部署起来 包括它自己也有kilo级的这个潜舰 跟老共的那个解放军十年前获得的一模一样 所以这些武力这个装起来的话 我觉得它有逐步在南海的一些部分岛礁 有一些水域上的封锁能力 有没有可能打台湾挑衅中国给中国看 打台湾渔船 我就是要讲这个 然后我们台湾要出动军保护我们的渔船 我就是要讲这个 给大陆看 我说有可能代理人战争第一场开枪或冲突的话 不是在中国跟美国 而是台湾的太平岛跟越南 越南跟台湾的冲突 那越南一直以来其实有一股反华的势力存在 那这组反华其实在去年前年前两年看得很清楚 它不分你来自这个 当然你如果来自中国大陆它当然会有点投鼠忌气 但是对于你来自台湾的话 它是根本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 你上次所有的受伤比较严重的台湾 都是台湾 那台湾有反应的 但是外五星其他不太去打 对 所以当中国大陆当时恫吓这个越南这个当局说要这个对胡志明市他们说 包括这个你对你的专有平台 我就是要开始开战或怎么样说 越南其实会谨慎评估的 但是对于这个太平岛跟台湾沽全海外千千 一千公里以上的这样一个兵力的运补的这个问题和反应能力 越南其实是有想要做一个这个日威性的或试探性的这个军事的一个动作 甚至你刚刚讲的这个靠铁壳船或者是对台湾的渔船什么样的一个部署或者是冲突冲撞 现在只是看水炮水柱的来往 之前他们也曾经对我们海巡的部队开枪 因为他们会认为台湾在那边的部署是在太弱了 一个连不到的兵力 而且又是海巡不是正规的这个部队的话 他们会觉得说在这个方面的冲突 美国应该不会太干预太深 那是不是可以复制在上个世纪70 60 80年代 逐步的把一些周遭的岛礁 甚至有没有办法趁这个机会把太平岛拿下来 我觉得这是越南的盘算 因为毕竟他离太平岛最近的就是越南 你看我们台湾能够置身室外吗 因为我是陆战队 我们不要战争人家来找我们 我陆战队推赢了 是是是 我当兵的时候那时候太平岛还是陆战队 那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在船 在我们陆战队内部了 就如果不是中国跟美国看着 太平岛早就掉了 早就被越南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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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中国跟美国看着 真的不敢动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越南这个国家 有人集中这个国家 常年来他们民风票悍 但相对来讲又自卑 因为始终在大国的周边 所以你看过去打仗的时候 就是因为票汉的关系 他也不服输 法国也没打输过 越战他也没输 1970年代跟中国打过 邓小平的年代也不算输 也不算输 所以有人说面对中国共产党 最不怕的就是越南共产党 这样的解读 陈老师正确吧 这个有点像阿富汗 阿富汗从有史以来 亚历山大大地就没征服过 苏联也没 英国也没征服过 苏联也没征服过 那么美国也没有真正征服过 美国最后还是撤出 那么所以说这个越南的民风强悍 这是有名的 跟阿富汗可以比美 这两个国家可能是 很多国家都不敢轻易挑进去 一挑进去就陷入了一个 等于是这个 叢林的泥沼 叢林 不是叢林就是沙漠 这很可怕 那么这个是这两个 很多国家不敢碰的地方 那越南呢 但是他也心中有盘生 我倒认为呢 越南买那么多武器 是为了预防中共 预防中共 不见得说是敢挑衅中共 因为他跟中共的国力 不可能比 差太远了 当然比菲律宾又强很多 现在越南呢 我看什么情况 才可能跟菲律宾 或者美国真正联手 去做代理人 打代理人战争 这种可能性 我目前还没看到 因为菲律宾跟越南 他们现在在某些岛 打篮球 连移 这种层次还太低了 谈不上自己联盟 这个还不叫联盟 差得太远 跟美国也 美国也不敢 美国要条件 你要给我什么港 来换个 换基地 积工用基地 金南湾 对 那美国 越南也不敢答应 所以说这双方 还在僵在那里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僵的情况之下 中国当然也会有动作 他在这个中南半岛 也要找一下自己的盟友 现在越南 如果是 也是对中国来讲 是个威胁的话 他现在对于柬埔寨 感觉上 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友好一点的 因为 6亿 这数字怎么来的呢 这是我们特别去调了一下 相关的资料 光是去年一整年 中国 在各个方面 不管是基础建设 或者其他相关的 经济上面的援助 加起来 给了柬埔寨 就高达台币6亿 1.2亿人民币 用6亿买个兄弟 这是去年 2015年6月 这个中国大陆 跟柬埔寨签订了一个 双方的军事交流 跟合作的计划 而在那之前 其实人家在估算 已经有十几亿 甚至数十亿的 这个军备 那个装备 早就军援到柬埔寨去了 柬埔寨的军队 只不过12万4千人 但是作为柬埔寨 目前这十几二十年来 他跟邻国的泰国 关系比较紧张 那另外一边就是越南 越南是因为过去的 这个赤色高棉的时候 这个波布王朝 波布这个政权的时候 跟越南 这个越南想要趁机 把这个柬埔寨 给拿下一些 那个状况 关系会比较紧张 所以中国大陆看准这一点 越南的后面是柬埔寨 你越南如果要跟中国大陆 做一个抗衡的话 那我就找你的这个柬埔寨 而且这两个 这几年 越来越走得像兄弟 他提供他很多的军事装备 包括这个 军事的这个越野车 军车 还有像监射型的这个 这个飞弹 还有武装直升机 最近这个甚至把两艘的 054级的 054A型的这个 它的一个驱逐舰 开到了这个柬埔寨的这个港口 让这个柬埔寨去挑 山雅舰跟柳洲舰 等于是让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海军的舰 你柬埔寨以后 要不要这种船 柬埔寨一直想要更新 他的海军的这个装备 他最弱的就是海军 越南的海军 这几年不断的更新改造之后呢 柬埔寨在中国大陆 中共的扶植之下 有急起直追的感觉 但是当然 还有很大的一段差距 那中国大陆想要打造 在越南的后方 柬埔寨这个后花园 建立它的一个后勤的这个基地 不言可遇 将来跟柬埔寨 做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话 你港口就可以为我所用 万一我南海被你美国 菲律宾 越南 做一个前置封锁的话 我可以透过陆路 我甚至还可以柬埔寨这边 打你越南后面 所以让越南会觉得说 有后顾之忧 所以这个就是 中国大陆在打的这个算盘 而且不只是把这些军事装备 源源不绝的提供 甚至基础的建设 也把他们这个商人的投资 都搬到了这个柬埔寨去 因为柬埔寨 它现在还是柬埔寨的王国 所以你看跟中国大陆做 我补充一下 现在柬埔寨 每一年的GDP成长是双位数 东南亚有两个铁杆 是中国的兄弟 还有辽国 辽国 那越南跟菲律宾就是反中的 那另外六个国家 事实上是中立的 所以这次奥巴马把 东南亚的国家都叫去美国 希望他们做出一个决议 还是做不出来的 他们都手牵手 那么多大男人还在手牵手 可是就是对一个反中的 一个狼海的生命 没有人愿意真的签下那个字了 就只有越南跟菲律宾了 其他人就不愿意签 不过这个时间你刚刚讲到 把他们叫去美国之外 其实在南海地区 美国还把 之间日本之外 还把印度也拉进来 印度基带在跟印度 印度 日本跟美国 要进行一个军演 如果说东边有日本 西边现在又把印度拉进来 对于中国的威胁更难 还有澳大利 澳大利 美 印 澳 然后日 这四国 这当然是大国 零行防护 还有小国 又有大国 这当然是对中国大陆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